为了让桥社干部能够互相交流 桥委会定期举办全球各地区桥社工作研讨会 邀请各桥团桥领们返国 一起与桥委会各单位面对面研讨 这次轮到中南美12个地区22位桥领参与 委员长吴欣欣亲自主持始夜市 给予勉励也谢谢大家不远千里 飞越半个地球共襄胜举 我觉得中美洲跟南美洲离台湾很远 我们要花更多的精神来重视 我们中美洲跟南美洲的侨胞 事实上我的了解上次跟蔡总统到南美洲 中美洲四国去两国 事实上就巴拉玛和巴拉圭 我觉得看到很多侨胞从阿根廷 从巴西不远千里到巴拉圭 阿森秀来欢迎总统 我觉得都很感动 特别是我们阿根年的侨胞好像还住了巴士 两台三台巴士 开始就开了一千多公里 那这个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 侨委会安排专题演讲 座谈研讨与知性参访等各项活动 希望增进中南美地区侨领 对国家目前政策与发展现况能有更多了解 最重要的是透过齐聚一堂的机会 促进侨社干部间横向联系 各地侨领也有机会可以充分代表当地侨界发声 感谢我们侨委会精心的策划与安排 让我们这一次从中南美洲的 侨社干部来到我们侨委会 与各处去了解到我们侨委的事务 以便回到各国的侨区地 来协助我们侨委外派的这些侨物秘书们 委员长期勉全体与会人员能把握难得的机会好好切磋 并提升经营侨社组织能力 仪式尾声他也致赠纪念礼 预祝围棋五天的研讨会能够顺利圆满成功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宥红书台北采访报道